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本期继续分析于途是怎样爱上晶晶 第十集,玉兔变玉兔 于途一个月上高速攻略 于途自从恋爱后,犹如打开任督二脉 情欲不是开窍,而是开闸 还是拉不住那种 说明一个男人有没有恋爱脑 愿意他够不够爱 足够爱的时候就能无事自通 包包后就要亲亲 亲亲后就要见家长 见了家长后就要留宿 留宿后就要上高速 步步为营 又进来战而情之 车速有点快 你系好安全带了吗 晶晶刚答应交往还没有一个小时 就发出了想亲亲的信号 没有得逞 这个表情爱了 于途美美这个表情的时候 都是脸上写满想要想要想要 之后在教室旁再次发出想亲亲的信号 成功完成正式的初吻 恋爱当晚送晶晶回去时 想要进屋见家长介绍自己 被拒绝后一脸失落 领了晶晶这个钥匙 还进不去 这个逻辑于老师有点想不通 第二天 于途透露自己 非常迫切想起晶晶家扫雪 晶晶为什么一脸害羞 能做这件事只有两个情况 一是 见家长 公开男友身份 二是 住在一起 才会做这个家务活 晶晶被聊得心神荡漾再也睡不着 决定去找他 吃早餐是顺便 想见他才是真 晶晶开车找到于途的家 感叹自己记忆力怎么那么好 他自己家的密码几个数字都记不住 看到于途去拿信还一脸困惑 别忘了 你前几天看着信还伤心一绝 但于途所有的一切 只要他知道,十年都不会忘记 舅舅是搞航天的 在学校喜欢走的路线 爱看什么课外书 打球用什么方式等等 小女生在暗恋时期 不但会做悄悄家好友的事 知道她家住哪也是必备功课 没事会悄悄经过旁边 希望来个偶遇 正是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去她家找她 十多年前的路都记得 那时刻进了心里 于途自己的亲戚都记不得路 晶晶有些得意的对于途说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会知道你家住哪 于途心疼的将她抱入怀里 心疼她在这份爱情走了99步 而她只需要向前跨出一步 去游户的时候 于途说 你已经上了我的船了 牵了我的手,你就是我的人 上了我的船,只能认有我欺负咯 余生都别想下去 在湖中央 撒娇说开不动了,要求轻轻加油 理工男玩起浪漫真的很要命 于途想了一下,觉得见家长这件事 还是要靠自己争取 接晶晶的时候,特地精心打扮了一番 没有约会的时候是这副打扮 看到未来岳母被惊到 她简直要怀疑自己已经轻易过关 毕竟如果说是要严职 她一出生就赢了 见家长成功,公开了男友身份 晚上到晶晶家 因为知识专业难懂,有些枯燥 于途故意放慢速度读信到深夜 一封信念了两个小时 从九点念到地铁没了 晶晶躺在于途的腿上 是一种心安的感觉 我以后会很主动 但是对主动不太有经验 意思是我只对你主动 先感动一波 毕竟以前都是晶晶主动 所以这个操作根本没有抵抗力 我今晚想留宿,过分吗 诚恳的列出一堆理由 思美男计,放幼尔钓鱼 男朋友送去机场什么的 要不你对男朋友的要求也太低了 没有拒绝的理由 恋爱第二天就成功留宿 离上高速还远吗 没有哪一个男人可以把留宿 说的这么光勉弹簧 不愧是你 第三天,跟小猪光明正大的说 我昨晚住在这 没有丝毫的害羞 很有男主人的气势 小猪受到惊吓 脑子里散过很多儿童不移的画面 在机场可怜兮兮的说 自己之前想太多 谁耽误谁的青春啊 撒娇一番 晶晶踮起脚尖给了个口罩吻 随便耽误吧 我没意见了 索吻成功 一副吐戏男友先认多姿爱撒娇 温柔黏人的样子 旁边的林姐被甜蜜暴击 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 第五天 平时都在食堂吃早餐 这天为了展示厨艺 五点多起来做了碗面 六点拍照 男人干恋爱都喜欢展现厨艺 以及放大他会的所有技能 表现我是个很会照顾人的暖男 很有安全感 享受女友对他的崇拜感 比如看晶晶跟宅男打游戏很烂 在旁边硬忍着 看热闹的心态 等他们搞不定了 他再出手 晶晶说 还是你最厉害 嗯 好满足 打篮球拼尽体力 有个腰要断的动作 哇好帅啊 我很喜欢 走 赶紧回家 腰上加血满格 精神焕发 女人在爱情中追求安全感 男人则在爱情中追求崇拜感 跟晶晶聊天时 说到他是不是在大家睡觉时偷偷学习 他说以后你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 言下之意就是你做我枕边人 你就知道了 中午吃饭 主动找话题拍照发给晶晶 让他了解自己的生活 第八天 两人电话视频 把手机放在自己最好看的角度 让晶晶看得流口水 然后又是聘礼 又是后代 用最正经的语气 说最骚的情话 一脸淡定发出开车邀请 允许我的基因影响你的基因吗 这个影响两个字 已经让人脑子在飙车了 在一期采访 主持人问杨阳 你觉得哪句台词最肉麻 因为当时这部分还没播 被消音了 根据口型 推断出不是影响 其实是融入 或者融入 后面这个更让人想入飞飞 直接飞向宇宙 所以晶晶那么大反应 被聊得一脸娇羞在床上翻滚 第28天 相亲活动开启 先是近距离聊一下 看到堵车 于途先开窗看了看位置 灵机一动 以交通拥堵为借口 让晶晶到自己家 晶晶睡嘴上说 有你这样的人吗 第一次相亲就把相亲对象拐回家 其实心里已经乐开花 毕竟当年你家那么难寄 都在附近徘徊多少次了 路过于途单位 晶晶埋怨开得太快 都没有看清 于途说 这有什么好看的 我家就在旁边 以后会经常路过 你是吃准的晶晶以后会住你这吗 之前在机场不方便 在家楼下迫不及待索吻成功 为什么不上楼再吻 因为怕控制不住自己 毕竟离房间太近 于途早有预谋 提前收拾好屋子 买了拖鞋 看到要帮晶晶闺蜜打游戏 嗯,机会来了 看一下表 20点34分 精密的算了下时间 计算不就是理工男的强项吗 吃面的时候 还不忘了得意的挑下眉 我看一下新英雄技能 把控一下输赢度 严谨的控制下时间 可怜的陈雪 贡献了红包还当了个桥 说好的一个小时搞定 实际打了三个多小时 刚好打到12点 装可怜 抛个诱饵 我明天休息可以陪着你 成功将晶晶留宿 演技满分 逻辑满分 关键是晶晶也不想拒绝 于途的权宜之计 晶晶的上海交通 你懂的 于途站在门口 听着里面晶晶洗澡的花花水声 抑制内心的渴望 要想成功 必先练人工 进去送玩偶 敲黑板 似火箭玩偶 莫非是要暗示什么 拿枕头被子 看着刚洗好澡的晶晶 身长脖子轻轻的啄了一下脸蛋 晚安 不能亲的太多 也不敢靠得太近 因为床就在旁边 晶晶兴奋的跟闺蜜分享 第一次留宿男友家 被闺蜜搞得睡不着 当聊到她不行 撤回后变成她不懂 晶晶脑子里充满疑问 再也忍不住走出去 她很好奇 她这个又面又帅的学生 她到底是不行还是不懂 听到于途说在工作 晶晶嗡了一声 你继续吧 嗯,她的确不懂 这时她还不知道她男朋友是个标策党 于途说 去睡吧 你明天不是还有工作吗 还不睡 穿个睡衣跑出来干什么呀 你不是也没睡嘛 你不是说前几天都没休息好 晶晶表情很微妙的看着于途 但是我今天需要看看论文 挑了挑眉毛看向晶晶 平心静气 晶晶恍然大悟 原来她懂 晶晶属于有进一步的冲动 却没有进一步的勇气 我去睡了 于途看到晶晶懂了 憋住笑 必把将她拉到怀里 她把声音压低 雌性的 温柔的说 不许再跑出来了 不然 那声音就像引力一样 吸引你想靠近 眼神开车 向下看 发出了兜风的邀请 晶晶害羞跑走 于途深呼吸 忍者神功第十集真不是那么好练的 第29天 于途备受刺激 早上先被林姐一言揭穿 晶晶昨晚也需要平心静气 于途一直偷笑 看来要快速调整策略 转过身 这睡衣的诱惑性太大了 在后台情话不断 乔老师 我可以签更久 可以签一辈子 给我留点生活费就行 我是你的 晶晶问她哪件衣服好看 她挑了清的 还是怕夫人太累 在活动现场 晶晶出来的一瞬间被惊艳到 毕竟平时都是可爱少女的般相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 我的女朋友好美 好性感 刺激了脑神经 听到粉丝喊晶晶老婆 有点小吃醋 我都还没喊 竟然被别人截竹线灯 用洛神父赞美自己的女神 远而忘之 角落太阳身朝霞 意思是 明亮洁白像是朝霞中 冉冉升起的太阳 被性感的晶晶暗示 跟你回家 然后呢 看你翻译论文啊 嗯? 你这操作是拉闸吗? 旅途再也忍不住了 跑了这么久 有点着急 试试枕头的高度只是托词 你喜欢什么高度 什么知识才是重点 见到你就无私自通 纯纯的玉兔正式变成 有颜色的饥渴玉兔 单身这么多年的功力 爆发起来是洪荒之力 难怪晚上没有时间不合 下期继续分析 于途是怎样爱上晶晶 第11集 玉兔变流氓兔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